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时间2月29号 就在昨天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悍然逮捕了香港著名的人权领袖 黎智英 李卓仁 杨森 引起举事的谴责 包括美国国务院都发表声明 表示强烈的抗议 那为什么香港政府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悍然抓捕黎智英等人呢 我看了很多的分析 他们只分析到香港方面的因素 他们没有分析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因素 尤其是现在刚换了港澳办主任 中联办主任 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变化实际上跟这次事件息息相关 尤其是夏宝龙 他镇压的手段手腕思维实际上影响了这个事件 那我们首先看一看香港方面的因素 对为什么抓黎智英这个起到的一个变数 我们说呢 主要有三点因素 很多的评论人士也已经评论了 第一点呢 就是秋后算账 我们知道反送中运动呢 给中国政府 香港政府狠狠地打了一个爱光 国际社会呢 强烈谴责 美国也通过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而且呢 最后香港政府还不得不撤回修例啊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自打嘴巴 那港府呢 一直怀恨在心 中央政府也是怀恨真心 一定要把反送中运动的领头人物啊 都要给他进行秋后算账 那现在移情来了 他们肯定呢 想到这是最佳的机会 因为这个移情当中呢 大家不敢聚集了 不敢游行示威了 你抓了人的话 反弹就小 所以现在呢 是秋后算账的最佳时期 所以呢 他们把在这个预算运动 在反送中运动中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些人呢 他们就进行清算 包括呢 就是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 苹果日报我们知道 它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作用 它呢 基本上每篇文章啊 也可以说就是每天都在斥责港府 斥责中央政府 那个内容呢 是非常的激进 也是提香港人说话 我呢 自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开始 就是购买了它的电子版 每个月不多几块美金 算是支持它 一直呢 坚持 这是表达我的一个心意 这个也说明呢 苹果日报它一直是 七日鲜明 黎智英一直是七日鲜明的来反抗港共政府 也是支持香港的民权运动 所以招致港府的怀恨啊 所以呢 它现在呢 一定要进行秋后算账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港府呢 给这些警察 有一个加工费 加班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 要在昨天立法会就要通过它 在通过的当日呢 警方就悍然出动 表示他们的存在 给这个立法会啊 给他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就在做这个工作 我们整个范孙中运动呢 没有白天黑夜 忙忙落路 所以呢 希望你们赶快给我们这个补贴 这个补贴呢 数字呢 是非常庞大 每个警员呢 可以得到将近十万港币 那很大的一个数目啊 尤其呢 他们给黎智英的案的一个罪名呢 就是在这个2017年六四的时候 骂了东方日报的记者 东方日报呢 就是建制派的一个大本营 所以说他们提东方日报啊 来教训一下黎智英的话呢 东方日报背后的这些建制派的 议员们就高兴 议员们一高兴就给他们投票支持 所以他们在那天上午呢 就抓捕啊 这三个著名的领袖啊 引起全世界的轰动 同时呢 立法会的这些建制派啊 看到你们警方确实都在努力啊 辛苦啊 所以呢 哎 昨天呢也是确实也通过了那个法案 所以这个香港的这帮黑警啊 高兴的要命 那第三个原因呢 是这样我们的苹果日报啊 长期以来呢 就跟港共政府作对啊 天天的批评林郑 那最近疫情爆发的时候 她批评的更厉害 一个是林郑呢 她在这个封关的问题上 一直有她的小算盘 一个是她希望呢 这个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再一个是呢 香港呢 不能全都没有疫情 有疫情的话 那这个群众就不能上街了 这对她有利啊 所以她又留一个口子 而且呢 林郑还写了一个报告关于疫情的 在这个报告里面呢 她又抱怨了这个建制派 又说那些参加罢工的医务人员呢 就是反孙中分子 然后把这个秘密报告呢 苹果日报她给披露了 露出了这个林郑的本来的面目 她而且还想借这个疫情呢 打她的政治小算盘 谋求啊 这个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啊 他们赢得胜利等等把她的这些阴谋规矩啊 揭露在香港社会整个全世界的前面 所以林郑非常气愤 苹果日报最近把她打给中央的小报告给披露出来 她恼羞成怒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她一定要来惩罚苹果日报 来惩罚这个黎智英啊 所以呢 她就悍然啊 叫这个警察进行抓捕 那这些呢 都是香港方面的因素 那至于这个夏宝伦这方面呢 实际上因素也是非常大的 没有这个夏宝伦换成港澳办的主人的话 说不定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也不会抓他们三个人 可能呢 会不断的把这个事情给逐渐的采取淡忘的方法 给淡忘了也有可能 但是夏宝伦这个人呢 他做了港澳办主人之后 他就有他的思维 他就用在大陆 尤其在浙江省 他镇压群众运动 推行他的强踩十字架 这样的一个运动 过程中他积累的经验呢 就要来对付香港人 他在这个强踩十字架的运动呢 实际上天怒人怨 但是呢 他把这个群众的运动呢 用残酷的手段呢 全都给镇压下去了 把领头的人物呢 也全都给抓起来给判 这个运动呢 他把全部这些思路 经验他总结出来 这次呢 他做了港澳办的主任 他就打算用在香港人的头上 首先呢 他就要用一招 这一招呢 就叫做打击一小撮 然后争取广大的这个群众 这个招数呢 实际上中国的官僚都在用 那这个夏宝伦呢 他在强踩十字架的时候也在用 这次呢 抓这个黎智英 抓杨森 抓李祝伦呢 实际上用的同一个方法 就是要把那些领头的人物呢 一定要残酷的打击 杀一尽百 以尽效忧 手段再参酷 也不过分 那么对这个广大的群众呢 进行收买 进行这个讨好 进行拉拢 他当时在拆十字架的时候呢 在2014年 他在这个浙江就开始拆 尤其是在温州 拆了大概将近两千个这个十字架 这个运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呢 就遭到民众 尤其是基督徒啊 强烈的反对 甚至好几个教堂发生这个教案 就是数百 上千的人 基督徒啊 跟政府啊 跟武警啊 公开的对抗 造成了很多的血案 面对群众的这些强烈的抵触 抵抗啊 那夏宝龙这个手段非常残忍 他就采取了这个打击一巧缩的这个方针政策 把当时反抗比较激烈的几个牧师 像张成忠牧师 像黄一兹牧师啊 就给他抓起来 像黄一兹牧师他就抓了两次 把这个领头的一抓之后呢 那剩下的这个群众呢 就变成了乌合处之众 像这个著名的律师 张凯律师 也是因为援助这个反强拆十字架的运动 后来他们把张凯律师也抓起来 而且强迫他 强逼他进行电视证罪 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浙江京华就是官方教会的 有几个牧师也是非常反对强担十字架的 但是呢 这个夏宝龙就非常的手段残忍 把这个浙江京华的牧师鲍国华 还有他的太太叫新闻乡 两个人都是牧师抓起来以这种贪污罪 搞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教会的牧师怎么能贪污呢 以贪污罪呢 判了鲍国华牧师十二年 判了他的太太十年 你就看到他判的是非常的重 他以这种重情来压服其他的信众 所以他把这两个鲍国华牧师 新闻乡牧师抓起来 还有他们的儿子也抓起来 这个之后呢 他就把浙江京华的十字架全都给拆完 然后呢 我们知道就是整个浙江 就是官方的最大的官员 基督教的官员 他的名字叫顾约瑟 顾约瑟呢 他毕竟还是这个有宗教的这个情怀 所以他也反对当时 夏宝伦推出来的强拆十字架的行动 结果呢 把这个浙江省最大的基督教的官员呢 也抓起来 也以这个什么贪污罪啊 这个财务不清啊 抓起来 关了大概一两年 最后呢 也放出来 但是这个把他给抓起来 这个行为本身呢 实际上就是撒一金百 所以他通过抓这些领头的人物呢 让他的强拆十字架的运动 给推行了下去 所以呢 两三千个十字架比强拆 他的这个非常招致 人身共奉 然后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就在夏宝伦这种铁弯之下呢 如期的展开了 这个就是他的这种法西斯手腕 他要把这个手腕呢 同时要用在香港的头上 所以他这次呢 一定要把香港的几个领头人物啊 全都给干掉 那夏宝伦呢 第二个手段呢 他叫做这个走法律的边缘 就是落支罪名呢 一定要搞一个法律 他先搞一个法律 然后以这个法律的名义呢 来搞你 在强拆十字架的时候 他首先搞了一个三改一拆运动的一些办法 就是说很多建筑呢都是违障建筑 然后呢 以这个三改一拆的这个法律法规 进行强拆 他说我们有这个法律依据 当时呢 有很多教堂 确实他可能也是有违规的地方 他呢 就以这个为借口啊 就拆了很多的教堂 把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拆了 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 他又制定了一个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 他以这个宗教建筑规范里面特别强调 十字架不能放在教堂的顶上 所以说他为他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呢 做了一个法律上的辩护 法律上的依据 然后呢 他就开始大肆的这个强拆 那这次呢 他们抓这个黎智英 抓李卓仁 抓姚森的时候 他也打出法律的名义 说你们三个人呢 参加了去年831的游行 831的游行呢 是这个香港警察没有同意的 香港人呢 是比较中纪说法的 就起码就是在游行的时候 一定要获得一个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他们才出动 就像这个发动了 一百万两百万这个大游行的陈志杰 他每次呢 是拿到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他才出去的 但是8月31号呢 那天呢 警方就没有发这个不反对通知书 就是反对那次集会 但是呢 香港法律上有一个规定 就是宗教集会不需要申请 所以呢 那次呢 是大家以宗教集会的名义 在那里聚集 然后呢 这个有些祷告 整个题目就叫为罪人祷告 那这个是完全是合法的 但是警方呢 当时就认为 这个你们的集会还可以 但是后来你们会后的这个游行呢 就是违法 当时呢 黎智英呢 杨子森啊 李卓仁呢 也都参加了这个集会 所以他们抓这个法律上的小辫子 就说你们呢 那天的整个游行呢 没有获得不反对通知书 所以你们是违法的 所以你们三个人呢 参与了 所以以这个为借口要搞你们 包括黎智英呢 在2017年6月4号的时候 他可能骂了一句东方日报的记者 他就说这个是你是一种恐吓 所以他都是拿一些法律的边缘的东西 给你落置罪名 最后来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 所以这一套东西啊 实际就是 夏宝龙一贯所使用的方法 他在浙江就是这么用的 他在浙江就用这个方法来打压基督教 来强行推行他的差十字架的运动 留下了这个臭名 像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千古罪人呢 跟上帝作对的这样一个魔鬼 居然呢 现在他要主宰香港人的命运 我想呢 香港人也绝对不会答应 夏宝龙把香港当浙江 把香港的国民当大陆的人民来对待 企图把在浙江的镇压手段 用在香港人的头上 那他的如意算盘肯定会落空 他机关顺境 太聪明 反算了轻轻性命 他们这些官员 夏宝龙 罗慧宁 他们满脑子啊 都是大陆的 铁碗的共产党的那些手段 都是共产党的阴谋诡计 这些东西呢 跟时代 已经完全的背刀挨斥了 他们应该学习西方的宪政 学习英国的法治 然后才能很好的治理好香港 但是他们呢 肯定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全都是国内维稳的思维 维稳的方法 那他们两个人呢 当官呢 肯定也不会长久 尤其他们要用国内的这种 维稳的手段来对付港人的话 那他们的结局肯定会惨 他们的阴谋会计 肯定会比香港人所挫败 他们个人的身家性命 他们的名誉肯定也会比香港人民呢 全都给搞残 那你们的下场呢 甚至比张晓明 王志明更残 你们就是下一个王志明 下一个张晓明 甚至比他们更加的糟糕 所以呢 要警告中联办的罗慧宁 警告港澳办的夏宝龙 你们再也不要用维稳的思维 来对待香港人民 如果用维稳的思维来对待 如果用国内总结的那些阴谋诡计 来对待港人的话 那你们两个人肯定会死路一条 香港人呢 绝对不会轻饶你们 香港人绝对也不是好欺负的 不像大陆的人民 所以呢 你们这样慢干下去 可能会激发更大规模的雨伞运动 更大规模的反松中运动 那时候全世界都会来惩罚你们 那时候美国国务院呢 第一个要进行制裁的就是你夏宝龙 就是你罗慧宁 所以呢 你们呢还是要好自为之 好 我们今天的评论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也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欢迎成为宝胜传媒的会员 再见